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日專題 我們今天是講歐盟和俄羅斯的天然氣管道北溪2號 現在美國取消制裁這間公司 即是如無意外,順利可以起好 為什麼會有這個改變呢? 當然因為拜登上台,主導外交事務的布林肯 我看資料,布林肯的博士論文是寫蘇聯和歐洲之間的天然氣管道 當時博士論文的觀點已經是說 你通過天然氣管道去搞蘇聯或者歐洲 對於你令蘇聯屈服或者團結盟友都是沒有幫助的 所以他一直都不主張在天然氣管道上去搞俄羅斯或者歐盟 這個狀況就是其實他從來都沒有打算去北溪2號搞的 而歐盟會令德國有太大的仇恨 即是大哥,我都起好了,你起了九成 你現在才來搞,太大仇恨 而且說來講,我都說不通 我用一些便宜的東西,即是完全說不通 但他就想拿天然氣管道來搞一陣子 然後去德國取得更好的條件 本身他的策略是這樣的,他從來沒有想過去這裡搞的 但問題就是,這個會相比起有幾樣東西會提供的 因為無論如何,德國以後就繞了波羅的海 然後繞了德國,繞了華爾蘭 這件事就毫無疑 因為華爾蘭已經做了最大受害者 因為烏克蘭為了西方這個人 烏克蘭對西方來說 就好像一個港女對著洋腸一樣 已經犧牲了很多 但問題就是你完全沒有得到 只是因為你為了襯她 又做了隱藏 因為其實他剪了中國的那個 賣公司給中國 已經很大犧牲了 一直都在做犧牲 而一直都是大家 西方到時喜歡做避免她 那整件事 而在德國來說 美國這樣去搞德國 這個會是一個比喻 就是台灣 台灣其實呢 到最後在美國拿到最多東西的 就是馬英九時代 嗯 因為他不親美 他是中間一些 是 所以你才能夠 你如果是想去拿多一點東西的話 你越是越這樣才能拿到多一點東西 而這些戰略是很少 就是 他去台灣也是完全不知道 所以蔡希文 就算是以一個台獨總統來講 他也是一個差的台獨總統來的 因為你要來台灣 最好的理由 那你的萊豬 或者什麼東西 就全部都進來 但結果你就什麼都沒有 什麼好處都沒有 而且你就是那個 連美國說 你們都不要緊急 就是連疫苗都拿不到 還要說你們不要緊急 即是變了隱藏 是 全部都變了隱藏 那西方的白人的話 如果你是一個黃組人 你始終去靠西方的話 是會有一個這樣的問題 烏克蘭他最慘的 是因為 原本特朗普想阻撓北溪以後 就說你能不能發一發 就是經過烏克蘭進去德國 那北溪一號是經過烏克蘭的 那北溪一號是經過烏克蘭的 那烏克蘭就有些水可以濕一下 之後有過境費 那現在北溪當然就是沒有了 如果經過烏克蘭就不用去北溪二號 因為現在的問題就是 因為他一定要經過烏克蘭 所以他覺得不舒服 所以他覺得不舒服 本身這件事就是想不經烏克蘭 就是只是經過烏克蘭 直接進去德國 另外其實就是 說布林肯其實他的外交手腕是挺有意思的 那其實你講這件事 和另外兩件事都是同一件事來的 就是見到是 美國和歐盟有一種和解的趨勢 他們站在同一陣線 就是是不是把那個戰略重心 就放在一起反華呢 那我講完另外兩件事 那第二件事就是 歐盟和美國之間的關稅戰就打完了 那之前關於鋼鐵 那些關稅就全部取消了 那另外部分零售品的關稅問題呢 就是原本為了反制特朗普而加的那些呢 那現在就 各自了 那就不加 那應該很大機會都會取消了 那第三件事就是 之前都講很久了 就是歐洲議會 應該在我們前一星期左右 宣佈大比數600票到100票左右 那便凍結了審議中歐投資協定 這個做法 而基本上應該都開不回來的 因為它的條件就是 要中國暫停 不是 中國是取消 制裁歐盟的官員 那你又繼續制裁中國的官員 那在對等原則之下 中國不可能取消的 那所以這件事都唯有繼續 還有就是一件事 很重要的就是 是 我取消了我怕你再玩 是 我取消了之後 然後我取消了制裁 之後 你再進入其他事 之下 莫洛哥的話 是 其實呢 如果中國來說 你唯一能夠做到的就是 我 你取消了 你簽了 我取消 是 如果 你簽了我取消 我取消你簽了就不 就是 你當我傻嗎 就是明白嗎 如果你們反口覆轍這麼多次的話 你如果跟他說 就是 你是 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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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簽了他 我們就 簽了他放人 OK 沒問題的 我覺得中國也是沒問題的 但問題就是 你放了所有的 即是歐盟簽了協議 然後大家就撤消制裁 那個人的問題 就算是中國撤消了也有人 而呢 歐盟不撤消也有可能發生的 是 即是我跟你說了 我做先 我做 我做先你做後 也有可能發生 但是現在我撤消了制裁 但我又不知道是什麼好處 我不知道你簽不簽的 你過兩天之後又說別的事 你又制裁過那些人 這樣就死了 明白嗎 你又有些新的東西 現在都是簽了你 現在突然無端的制裁那些人 如果我簽了的話 然後我放了 我放了 我放了制裁 你不但不簽 再制裁20個又怎樣算 明白嗎 那件事是沒有得做的 那件事是沒有可能 可以能夠 可以能夠 那些人的 因為你可以不停來的 即是你又可以 找別的理由 今次不是新居 有西藏 有港獨 之類 又可以選擇別人 是的 因為他們全部都是 大家都覺得 這件事是沒有什麼好處 因為呢 民族主義 或者這些大國競爭 出現是一個很好笑的問題 是的 那問題就是 人民 竟然是會支持的 奉起這些制裁所有的事情 因為他們看報紙 就覺得很威風 因為大部分其實是 那些企業才是得益的 人民不覺得 只有你是相關企業 你才覺得自己得益了 即是投資協定 那當然是這些企業做數 人民是否感覺沒有那麼深 是 除非你全部都是做這件事 如果他可能 10元生意 1、2元去做什麼的話 那些人不覺得 例如台灣跟大陸簽 服務協定那些企業 當然很開心 但是人民就覺得 不是關於鬼事嗎 沒錯 所以到最後 雖然其實那些 其實這些外國人權 都關於鬼事 但是你可能arouse他 即是說 這個就跟 我經常都說 其實不要說我經常說西方 就算太空人上楊利偉 當然太空人上楊利偉 上太空的時候 那你關於龍民鬼事嗎 那龍民會開心哭的 那正如美國做一個霸主 關於德薩斯州的龍民鬼事 但是那個龍民又會說 美國不要被人欺負 即是永遠都有這些 但是民族歸了 可能去一下旅行之類 就算那些人永遠都不去旅行 我記得德州的旅行 美國八成人沒有護照 但問題是他們都會覺得開心 一樣是道理的 即是說那個民族主義 所有的事情 就好像七大幸 當年滿清的時候 七大幸打 到最後 到最後 那個當權者 就是用來哄的人民 你就是要用這些理由 去哄的人民 其實他們完全是 到最後 入關之後 搶錢搶女人 到最後都是權貴的事 而到最後 這些權貴 搶了錢搶了女人 這八旗子弟 就很辛苦 沒什麼做 就是 就是 就是這樣 永遠都是一個這樣的狀況 他實在是民得一 就算是 那個叫做 叫做 國泰港龍 是 港龍的話 他們不會知道自己失業 他們就是 哎 我倒到 汽水倒那麼多 倒那麼多 扔了一些 整和公司 因為大部分的人 都是一些豬級的思維 他們 就是有個竹鬚有幾長 就知道有幾遠 沒錯 好像一隻蟑螂 他們不知道自己 其實那件事是牽涉到自己的生命 但是他們不知道 他們死到頭才知道 街道的人 街道的人 多數 幾乎上全部都是蠢 你一定要騙狗 否則你沒有辦法生存 你就是說 那些人是戰格的 你不點他 你不點他 你沒有辦法生存到 所以2019年 這麼多人走出來 因為一定要被人點 就是天生被人點 就是女兒天生被人騙 就是女兒你不騙他 你沒有辦法 因為他們天生被人騙 結果不騙女兒那些 就沒有女兒 騙女兒就很多女兒 明白嗎 就是這樣 那兒子都可以被人騙 哈哈 那我們說回歐盟 其實歐盟應該都解釋過幾次 就是 為什麼他會選擇有錢不要 寧願去選擇 是廢了投資協定 或一些意識形態的事去做呢 就是我有個看法 就是說 會不會是歐盟的計程度數 發覺 就算錢進來都是給大企業的 但是阻止不了歐盟那種分崩離息的情況 因為脫歐之類 那不如就用意識形態吧 用意識形態綁住大家 好過吧 我想意識形態也綁不住大家 因為歐盟本身就是一個比較實際的事情 歐盟本身就是一個經濟 反而意識形態是各自國家自己管理的 但是做政治的人不會好說意識形態 所以歐洲的人死亡頭也不太知道 譬如德國法國 他們本身那些人 現在的思維 那些左交當道 人種是有問題的 所以他們絕對滅亡 當然我們會去旅行的時候 覺得很開心 但問題就是 他們是一種不斑滅亡的民族 即是白人 他們的思維已經是走火入魔道 走火入魔道的平權 或者是左交 那些已經泛濫到 沒有辦法可以 被二世人太龍罩了 超越了他們的現實 所以近這十年極右又上來 如果極右 渣費會不會好一點呢 即是法西斯一點 逼一些歐生仔 第一就是法西斯 他們這種是小型法西斯 如果納稅當道 會好一點 如果不是的話 他們沒有辦法再能夠 就是要強迫他們 在一起 歐洲本身的思維方式 從小到小 教他們的方式 就放火了 另外有一個 也很大的一點 就是 由拜登上台 即是布林肯上台 他們現在是一百天左右 其實一百天之前 他們都說了一句話 俄羅斯是一個 國家安全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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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中國 只不過是一個 serious competitor 但其實你看他一百天 他沒有對俄羅斯做些什麼 俄羅斯例如是 北溪要方 哈拿也會縮 反而是會加強到中國的圍堵 是不是 這也是一個戰略欺騙 我說我打俄羅斯 但事實上都是打中國 你沒有說不打中國 其實他打中國已經說得遲 他們其實 他們歐洲是應該放棄的 因為歐洲其實 一直咬他們 歐洲已經不是一個 有利可賊的地方 歐洲是一個蝕本火 現在整個 其實美國在1945年之後 或者是1945年之前 他們大部分的東西 已經是亞洲 亞太地區從來都是從歐洲 歐洲那一刻已經是水落 1945年之後 亞太地區從來都是什麼 但以知人看 他們有百人的地方 重要 無論經濟 你想想現在 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武器庫在哪裡 就是東北亞 中國 朝鮮 韓國 日本 俄羅斯 美國 最大的武器庫就在東北亞 最大的生意額也在東北亞 在太平洋 太平洋 太平洋 早已取得大西洋 大西洋 在1929年的時候 其實美國在大西洋 已經在大西洋 一直靠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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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是日本、韓國、東亞 四小龍 四小龍 全部都靠太平洋 根本上早已靠太平洋 只不過是因為 你們百人還在幻想上飛機 所以你才是 看歐洲 其實歐洲應該放棄 歐洲已經是東亞的世界 現在就開始去到印度 開始去到印度洋 因為東亞是敵洋 所以我都說是印度洋 但還未去到中東 但整個大局勢是一直這樣走 其實 布拉康這樣做 其實他也是 擁有基本盤 即是他都給了些什麼 給歐盟 是 歐盟自己本身 其實應該 他們脫亞入歐為初 現在應該要脫歐入亞 因為亞洲本身才有 那個發展 發展的全力 但是他們自己 還是幻想在100年前 歐洲也很尷尬 因為 即是他中東 你這麼多仇口 你都很難搞 你遠東 你太遠了 德國沒有仇口 德國中東沒有仇口 法國有 德國法國也沒有仇口 他們 奧圖曼帝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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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問題的 但問題就是 其實當年的時候 這些人在歐洲 當時 不是 大家這兩個 是 你要有一個交易 其實 你要面對那件事 即要賺錢 你要面對那件事 即是 即是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面對 那個歐洲 已經分析了 即已經找完了 那我們今天專題 就先說了 好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收看今天的節目 記住 like share 和comment 還有記住 如果你還未訂閱我們的亞洲電視頻道 記得訂閱我們的亞洲電視頻道